我妈还没下葬 林剑生就带了一个私生女回家 用我妈的卡给她买名牌衣服 名牌包包 还让我把自己进金班的名额给她 我回头将断绝关系的协议书派在桌上 林剑生轻蔑地冷笑 你想好 你这样做 我以后可是一分钱都不会给你的 我笑意温柔地回答 这句话该我跟你说吧 妈妈过世的时候 林剑生将她心心念念了十多年的私生女领回了家 领回了母亲兢兢业业 积劳成疾而奋斗出的大别墅 搂着她满目疼惜地柔声哄 给她展示她了不起的爸爸过着怎样了不起的生活 看到监控画面里 她带着那个私生女走进客厅的画面 我比母亲闭眼的那一刻更感到悲痛 没想到在她的眼中 与她相守二十年的妻子在她眼中 竟然什么都不是 而我这个名正言顺的女儿 在她的眼里 也比不过她那个心心念念的私生女 我静静站在原地 她的护士将各种管子从母亲身上除去 摘掉氧气罩 我看了她最后一眼 擦干眼泪告诉她 妈 你放心走吧 我不会让她得逞的 宝子们 在评论区打出爱自己的一百种方式 你将获得随机的一个爱自己的特别祝福语 注意是数字一百哦 快来试试你的是哪一种吧 我回去的时候 林婉正站在客厅 她穿了一件皱巴巴洗着泛黄的白色T恤 牛仔裤 二十块钱的帆布鞋 站在我们家客厅那条价值三十五万的爱马仕手工定制地毯上 泪眼婆娑 呜呜呜 爸爸 你怎么才接我回来 为什么这么大的房子 这么好的生活 都只给姐姐 我以为你不记得婉婉了 林建生将她搂在怀里 用我从未听过的温柔声音温声细语的安慰 傻婉婉 爸爸怎么可能不记得你 是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她不让爸爸去看你 爸爸也很想你 言霸二人妇女情深地拥抱在一起哭泣 那场面真是很动人 不知道还以为真是什么失散多年的妇女难得重逢的画面 而我的母亲 她嘴里的那个女人 刚刚才咽了气 滚出去 我站在门前换了鞋 冷冷地说了一句 林建生这才发现身后站着人 那个小婊子更是装得委屈 怯生生地躲在她的身体后面 揪着她的衣角 低声唾起 看到我 林建生还是有一瞬的局促 但很快收拾了情绪假模假式的上前关心 妍妍 这个时候你怎么回来了 你妈她 别让我说第二遍 我打断林建生 冷冷重复了一遍 冰冷的眼神死死冰着林婉的脸 她在我的注视下浑身僵硬 不敢与我对视 更不敢去喊林建生 狼狈地捡起地上的书包准备离去 林建生本来也不敢放屁 只是随后过来的沉住里多了一句嘴 林总 请节哀 闻总她 没有就过来 那一刻 我甚至从林建生的眼中 看到了一抹掠过的惊喜 她弓着的腰背瞬间直起 看我的眼神和说话的语气也突变 哦 既然如此 妍妍你别太伤心 早点休息 妍妍她就回去对林婉说 来 爸爸带你去看你的房间 我启荣她和她的小婊子 在我妈妈用生命拼搏奋斗出来的家里放死 我上去便抓过林婉的长发 将她往外拽 她吃痛的惊叫出声 尖锐的声音一直呼喊着 爸爸救命 林建生着急 上前阻拦 粗鲁的去抓我的手臂 好在沉住里还不是那么没良心 她上来帮着我拦着林建生 避免我受伤 林建生被沉住里拦在后面 眼睁睁看着我 拖着林婉的头发 将她以及她带来的那堆破烂都丢了出去 林婉狼狈的摔在门前 行李箱里的衣物散了一地 里面有一件我很熟悉 那是我去年衣橱里丢掉的裙子 一次都没穿 凭空不见 我感到很恶心 恶狠狠地吩咐家里阿姨 阿姨把地毯收起来明天送去洗 洗不干净就让她多配 阿姨不敢出声 缩着脖子 匆匆跑进客厅将地毯收起 我指着躺在地上的林婉一字一句 再敢踏进我家的门 弄脏我家的地 看我不撕烂你的嘴 林建生急得在后面对我破口大骂 说尽了天底下 所有对女人的侮辱性言语 陈助理在旁提醒 林总 文总裁刚刚去世 您这样不合适 林建生看了陈助理一眼 想到了母亲才刚死 她的遗产还未有定论 想到前 她硬是压下去了火气 她一把推台陈助理上前 狠狠瞪了我一眼 不把我当回事是不是 我看你能嚣张到几时 说完 她就心疼痛惜地扶起自己的宝贝女儿 一蹶一拐地走下台阶 一边走还一边用我听得见的声音故意说 晚晚乖 等遗产一分配 我立刻就把她赶出去 再也没有人可以欺负你 林婉表面乖巧地答应 红着眼睛 眼神得意狡黠地回叹了我一眼 微微勾起唇 仿佛在宣示着胜利 可这又算哪门子胜利 她以为人人都跟她和她那个小三妈一样地 稀罕林建生这垃圾 对 林建生在我眼里 就是垃圾 她除了吃喝嫖赌 一事无成之外 还拿着母亲的钱 在外面养了很多个小三 母亲忙碌着生意 常年奔波在外 根本无暇顾及 又怕骤然离婚 年纪还小得我没父母亲在身边 太过孤单 所以一直没有细细追究 可我却把一切都看在眼里 眼睁睁看着她把那些女人 带入妈妈给她买的豪车豪宅里 后来她变本加厉 还想给小三和孩子 在这座城市买房子上学 只可惜 母亲不给她钱 他们为这事吵闹过不止一次 从我记事起 他们每一次争吵 都是因为林婉和她的那个小三妈 有一次 她还打了母亲 那年我才三岁 母亲的生意也还没做得很大 她殴打母亲时 争吟凶狠的面目 成了我整个童年的阴影 因此 我对她从来没什么感情 只有痛恨 但也就是那次之后 母亲毅然决然地出去 扩大自己的事业 她独身一人行走于广州深圳 吃着男人都未必能吃得苦 硬是白手起家 做起了一番事业 公司上市 身价过亿 然后林建生就变得老实 对母亲的意思再也不敢为你 但我知道 她的心里一直偷偷惦记着那个私生女 小时候 每一次临晚过生日 她都会偷偷去 每次临晚过生日 我的衣橱里 必要丢一件东西 有时候是衣服 有时候是配饰 甚至连我的玩具 她也偷去给临晚 只因她不敢用自己的信用卡 买这些东西 会被母亲发现 追究到底 于是她就偷我的东西 如今 偷到了我的家里 我的面前 母亲去世后的半个月 临晚都没有再出现 林建生早出晚归 在外人面前 表演出一副夫妻情深 悲痛欲绝的样子 好像恨不得跟着我母亲去死 演完她还要揽着 我的肩甲母甲氏说一句 可我还有责任 我还得照顾小孩 我毫不留情地拆穿 照顾你的私生女临晚 此话一出 她胸向毕露 眼神凶狠地瞪着我 都有了抬手的动作 可就因为在外人面前 她不敢 晚上回到家 她掐着我的脖子 别以为我不敢 逼击了老子 谁也不认 她这一次是真的发狠 看上去没多少理智 我被掐得险细断气 冷笑着对峙 别借 你进去了 谁照顾林晚 想到林晚 她的眼神动容 就好像被触动了 心头的一片柔软 她的手松开 连连点头 对 我还要照顾晚晚 我对她和她妈妈 有太多亏欠 我要照顾好晚晚 我才明白 她在众人面前表演时 说自己有责任 想照顾好小孩 脑海里从一开始 想的就是林晚 对于她而言 只有林晚才是她的小孩 就在料理完后事 我决定回学校上学的前一天 发现自己衣橙里的衣服 又少一件 我的校服 我的校服经常穿 所以挂在最前面 今天拉开衣橱 面前空空如也 我叫来阿姨问 阿姨眼神躲闪 吞吞吐吐 最后居然说 可能是我遗忘 在学校没带回来 我冷眼审视着她 这位阿姨 也姓林 是林建生的一个远房亲戚 我的房间上了锁 只有她能进来 校服怎么没的 似乎也不言而明 我笑了笑 故意感叹 哎呀 难道这家里来的贼 林作义局促地站在那 不敢看我 也不敢有任何回应 于是我只能穿着便服上学 去学校前一打听 也得看我的同学认不认 我上的是贵族学校 这里的小孩都是富二代 从幼儿园 小学 初中 高中 基本都是同校或者同班 换句话说 这里都是我的好朋友和好伙伴 这不 我才下车 就看见我的小伙伴们一起 把林婉阻拦在了校门外 林婉被一群大小姐 和公子哥们围在中间 局促地缩着脑袋 头也不敢抬 周园看见我来 立刻迎上来邀功 哎 林妍 我们抓了一个女的 她偷了你校服穿 她什么人啊 怎么还能偷你的校服穿 林婉一听见我来 突然就抬头大喊 我没有偷 我也姓林 林妍是我姐姐 这身校服 是我爸爸给我买的 你快来跟他们解释一下呀 林妍 她一脸的诚恳 似乎还期盼我 能把她从这些人的手里救出来 我笑了 林婉啊林婉 你可真有脸 一个小三生的仔 也真好意思 喊我这一声姐姐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 周围的人一听他妈是小三 都震惊地睁大眼 也痛恨起来 这年头 谁家老爸没几个小三 他们都恨着呢 啊 她就是你说那个林婉 你爸总偷东西 给她的那位 大概林婉也不知道 她亲爱的爸爸 送给她的礼物 都是从我这偷的 她自己也半天缓不过来 虚辱地看着我的脸 无言以对 我冷哼一声 你当你那个亲爹很有本事 还给你买名牌 那都是我妈 辛辛苦苦赚的钱 被她偷走供养你 和那个小三 林婉也不知哪来的勇气 哭喊 我妈不是小三 爸爸和妈妈是真爱 你妈才是最多余的 那个坏女人 入学第一天 林婉就出了名 因为不要脸 很长一段时间 大家都管她叫真爱狗 凡她路过的地方 大家都会学嘴 我爸爸和小三是真爱 她很快待不下去 提出了要退学 林婉提出退学的当天夜里 林建生就打上了门 一进门就提着我的衣领 将我按上墙壁 想到我掐死 林婉站在她的后面 一双眼睛哭得发红 眼睛里却满是 我被暴力对待之后的解气 和得意 你竟然敢指使 那群小别三拜领 我们家婉婉 林建生用手臂 横抵着我的脖子 几乎要将我按死在那里 满眼的仇恨看上去 简直就是我的仇人 哪里是一个父亲 虽说我早也不对 他怀有任何的期待和感情 可是被自己的亲生父亲 当成仇人一样掐着脖子 我还是感到一丝的悲愤 尤其是林婉的表情 让我真想一刀 弯掉他的眼睛 是你的婉婉不要脸 穿着不属于自己的衣服 假借着我的身份 企图进入不属于自己的圈子 接受所谓的高等教育 也不问问自己 配不配 我很冷静 一字一句地质问 冷冷看向他身后的林婉 林婉在我的话语下 一点一点的违离 终于不再伪装 眼里充满了愤恨 是你不配 林妍 明明就是你抢走了 本该属于我的一切 我才应该住在这栋大房子里 我才应该上贵族学校 当林家的大小姐 是你和你妈不要脸 我笑了 哦 看来林建生还没告诉你 这栋大房子的房产证上 写的是谁 那想必他也没有告诉过你 我妈妈的公司股东里 到底有没有他的大名 林建生眼看要被戳穿 急红了眼 一巴掌打上我的脸 我的左脸当时红肿起来 就在这时 我约的客人们都上了门 今日一放学 我就让周元替我约了一堆人 我说我要开一个派对 迎接我爸爸的私生女 周元问我是不是有病 或者伤心过度精神失常 可他还是老老实实地 帮我约了那些人来 其中包括新闻媒体 公司股东 学校校长 老师 学生家长 邻居 母亲以前的亲朋好友们 还有我的爷奶奶 他们刚被陈助理领着进门 就看到我被林建生 一巴掌打得倒地 而不出意外 刚刚林婉哭喊着叫嚣的那番话 也早被他们听见 受邀请来参加派对的 新闻媒体记者们 纷纷掏出手机 开始偷拍录影 林建生愕然地愣在原地 看了一眼 自己打完我打算打第二次 而悬在半空中的手 白口莫变 只是瞪大眼睛地站在那里 林建生 我笑了笑 落泪 演技精湛地表演着 被打疼的瑟瑟发抖 在他过来抱我的时候 害怕地躲了一下 这一幕被老师和公司股东们 看见都起了疑 周圆那个蠢蛋更是相信 跑过来大声问 林言 他们是不是经常打你 我眼泪啪哒啪哒地掉 一副欲言又止 有话想说又不敢说的样子 等于默认 林建生急得上前指着我 泪流满面的脸大喊 他在演 我从没打过他 学校的女老师上前 将我搂在怀里 冷眼看他 眼上的伤也是演的吗 场内所有人都冷冷地 审视着林建生 看他的眼神 像在看一个表面恩和 实则经常实施家暴的变态 而这 也正是我想让他们相信的事 我哭哭啼啼地 从老师怀里钻出来 掏出手机 面对所有的老师 学生家长 公司股东 还有新闻媒体们 掏出自己的手机 播放里面前 不久林建生将我按在墙上 想把我掐死的视频 视频里 林建生眼神狠地想杀人 而我的脸则被他掐得发白 又开始发子 如果不是我提及了林婉 他看上去完全没有要饶过我的意思 能达到这种效果 是因为我进行了恶意剪辑 对 我就是要陷害他林建生 让所有人都看清他的嘴脸 老林 这公司的几位股东 和林建生都是旧事 平时在外面林建生 装出一副和善好脾气 人模狗样的样子 颇有人缘 看到这段视频 股东们都非常诧异 根本无法相信 都觉得自己上当受骗 被林建生当成傻子丸 非常生气 周元的父亲 更是义正词严的上来 中气十足的对他呵斥 林先生 你这已经构成了犯罪 你虐待 甚至企图杀害未成年 还是你的亲生女儿 你怎么这么混蛋 林建生被众人围在中间 质问的口干舌燥 脸色发白 想解释 却解释不出来 急红了眼睛 看得我满是愤恨 却又不敢表现得太明显 简直快要急死在原地 不止如此 他还殴打母亲 问他要钱 想接小三和私生女回来 我从手机相册里调出了 我特地从母亲保险柜中 找到的验伤报告 时代久远 林建生几乎都要忘记 自己还打过我的母亲 我哭唧唧地跑到股东们身边 叔叔们 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千万不能把我交给林建生 我会死在他手里 呜呜 几个股东叔叔都很仗义 他们都是跟着母亲 打拼出来的人 说他一手提鞋才有了现在 一听说林建生 还因为小三打过母亲 他们已然一个个咬牙切齿 恨不得此刻就打林建生一顿 他以为这是结束 不 闹剧才刚刚开始 这边的狗血剧情进行到一半 外面忽然有人敲门 林阿姨一脸紧张地进来 给我们示意 我回头看去 只见几位穿制服的警察叔叔 走进了客厅 他们看了众人一眼 然后出示了自己的警官证 谁是林延 我举手上前 我是 警察叔叔看了眼手里记录本 是你报案说有贵重物品优势 我点头 对 我的校服丢了 没等警察叔叔信问 我就补充 那件校服十万 警察叔叔刚张开口就抿住了嘴 不多问的环视四周 校服丢的时候 家里有没有人 我笑了笑 表示 我家有监控视频 你们可以查查看 林阿姨一听就着了急 根本都不顾及众人 就跑到了林建生的身边 去揪她的衣服 给她疯狂视眼神 林建生脸色惨白 看着我的眼神里 总算有了几分恐惧 我惬意地冲她眨眨眼睛 然后看向她身后的宝贝女儿 林婉的脸比她还要白 远远看上去 就像一个死人 刚刚不是还很得意 警察叔叔去调取了监控视频 掏出手机 展示自己刚刚截取的片段 这个人在不在 视频里 林阿姨鬼鬼祟祟的 抱着一个衣服的袋子 从房间里跑了出来 从袋子的一角 还能看见校服的裙摆 林阿姨瑟瑟瑟缩缩的 被滴流了出来 还没问 就直接交代 是林先生 林先生交代 我去把校服拿出来 我只是个保姆 我当然要听她的话 她毕竟是男主人 警察叔叔感到狐疑 林先生 林阿姨解释 哦 就是报案人的父亲 警察叔叔看向林健生道 所以校服没丢 在你那里 我提醒 哎 警察叔叔 您说话可得严谨 谁说在他那里就不算丢 这时候周元跳出来 警察叔叔 这个人偷了我朋友的校服 给了他的私生女 还让他私生女冒名顶替上了 我朋友的基因班 他还加暴我朋友 你看 周元捏着我的下巴 给警察展示 我被打得高高肿起的脸 警察叔叔意识到了事情的复杂性 对林健生招了招手示意 来 跟我们回去 林健生被警察带走 林婉的身前没了人 局促地站在那里 讽刺的是 他此刻身上穿着的 就是我丢失的那件校服 大家看着他 上下打量 指指点点 林婉缩着脖子 根本不敢抬眼去看 这时候周元的妈妈上前 揽住我的肩膀 冷眼看向林婉 小姑娘 你年纪轻轻 何必学的那种不要脸 你身上穿的甚是你的东西 你有没有资质进我们的精英班 嗯 周元的妈妈 是我们学校的董事长兼明校长 更是社会上的知名学者和导师 他一出来 周围的人就停止了窃窃私语 气场高八尺 林婉听到他的质问 和他明确说出的 不要脸三个字 突然流起眼泪 不是 这是我爸爸的房子 是我爸爸给我的校服 是我爸爸给我报名 周元气愤的质问 他是你爸爸吗 你家户口本上 有没有他的名字 有什么可以证明 你们是法律上的妇女关系 不对 你有没有户口本 还是个问题 周元的妈妈笑了 是啊 你连爸爸都是别人的 说什么房子和校服的事 你可知道 林家的一切 都是林妍的母亲 文总一人打拼的来的 你那个父亲 说了难听点 一文不止 林婉面对着这么多人 孤立无援 又被周元妈妈这么直接的打击 他忽然攥紧双拳 自我保护的开始反击起来 才不是 你们骗人 你们都向着林妍和那个坏女人 言罢 他一眼瞅到了 站在人亲前的老头老太太 抓到救命稻草一般的扑上去 爷爷 奶奶 你们不是说过 我是林家唯一的孙女 等那个坏女人一死 就会给我妈妈和我名分 他根本不配在这里 他不但不配 还像只丑陋的老鼠一样 被这里的所有人厌弃 想要把他赶出去 他愤恨地看了我一眼 向外跑去 路过我身边 还恶狠狠地放话 林妍 你给我等着 我迟早会回到这里 夺回属于我的一切 周元 在旁边补力剧 有病快指 林婉本来还想用霸凌 做点文章赚同情分 没想到一夜之间 各大媒体头条都是林建生家暴 我和母亲想接回私生你的事 他如愿以偿地出名 只不过出了恶名 情绪激动的网友们 在他和林建生的社交账号 底下骂了三天三夜 而我一刻没敢停歇 跑到了公司目前总经理 王叔叔的家里 请求他能够帮助我 转移林建生的监护权 昨天之前 他绝对不会同意 从林建生手中 接过我的监护权 毕竟在他们眼里 林建生是一个好人 他们脑子里 都是林建生那个和和气气 与母亲恩爱情深的血维嘴恋 可有了昨天那场闹剧 王叔叔毫不犹豫地 就在监护书上签了字 说他的律师 会去找林建生签字 搞定一切 临走前 他摸了摸我的脑袋 满目疼惜 妍妍 委屈你了 妈妈才离开 又要办这么多事 她的话意有所指 显然已经看出来 昨天的那场闹剧 是我策划的 可是她并没有责怪 也不觉得我有心机 只是很疼惜 我顿时红了眼 自从母亲生病 我就憋着一口气 迫使自己坚强起来 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林建生 那个渣子得逞 如今收获了 突如其来的关心 我的眼睛不禁酸涩起来 王叔叔拍了拍我的肩 别怕 有王叔叔在 他林建生休想拿到一分钱 林建生从派出所出来 已是凌晨 他想回家 被王叔叔留下的保镖 拦在了外面 不好意思 这栋房子你没有居住权限 林建生大约才想起来 这栋别墅是在公司林下的 能住谁不能住谁 是王叔叔说了算 最没想到的是 他那个宝贝女儿 居然没走远 一直等在楼下的花园 看到他那了不起的爸爸回来 他扑进他怀里痛哭 把昨天在场 所有人的坏话都说了一遍 尤其提到 那句中原妈妈说的 一文不值 爸爸 那个女人说你一文不值 呜呜呜 林建生气了一拳 把花园里的一盏灯砸坏 出着我二楼的窗子喊 从现在起 我就要让所有人看看 我林建生的女儿 应该何等尊贵 言爸便带着林婉离开 林婉这个傻子 直到这一刻 还相信他那个爹有大本事 不过也怪不得他脑子简单 谁让妈妈给我 我留了一个大帮手在身边 陈助理敲了敲门进来 问怎么还不睡 早点睡 我嘱咐他 陈大哥 麻烦你把林建生手离 我妈妈的所有信用卡都冻结 没问题 陈助理一口答应 我有点不放心地问 他现在还相信 妈妈给他留了遗产 陈助理笑了笑 对 我收了他的钱 还吃了他的饭 他现在很相信我被他收买了 我一直说文总给他留了钱 他很相信 所以才敢对你这样 我点点头 那就OK 只怕他不信 陈助理笑得心慰 温柔说了句 他可以监管母亲留给我的财产 而母亲和他之间 还有一些所谓的夫妻共同财产 母亲的病来得突然 他没来得及为我解决一切 我日日守在他身边 攥着他一天 离天冰凉手 望着他一日比一日憔悴惨白的脸 心中只有一件事 我不能让他得逞 我不能让他拿到一分钱 只可惜 林建生对此一无所知 他仍旧认为 我只是以前那个不懂事 只会发脾气的小孩 在林婉哭哭啼啼的缩始下 他带着林婉 去了商场疯狂地购置名牌 结果在结账的时候吃了瘪 钱包里的十张 信用卡全被冻结 他跑到学校来 堵在校门前拦住我质问 是不是你干的 林婉也不装白脸了 指着我的鼻子就骂 林妍 一玩没玩 你一定要这么恶毒嘛 非得把爸爸气死你才开心 你跟爸爸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你到底是不是他的亲女儿 我冷笑 我是 可你就不一定是了 你那个妈人尽可夫 谁知道他是不是你爹 你一 林婉气急 喊得生大 林健生跟个狗似的伸手 就要来打我的脸 被王叔叔派来的保镖 一把捏住了手腕扭了 一圈 哎 哎 你放开 林健生疼得哎呦直叫 胳膊十分狼狈的被扭到了后面 弯着腰直不起来 看着林健生这么狼狈 林婉脸上有点没面子 突然闭了嘴 脸色很难看的站在一边 我大笑 林健生 你不是很有本事吗 不是不靠我妈也很发达 那你就凭自己的本事 去给你的宝贝女儿买名牌 让她变成人上人 别在这里丢脸 经过那场闹剧 她本来就出了名 如今 这个狼狈的样子 更是引起了不少的围观 听到我的挑衅 周围的路人和放学的小伙伴们 都开始起哄起来 是啊 赶快证明自己不设软饭男 就是啊林婉 你爸爸对你说的那么了不起 一定有大本事给你争脸 话一致词 林健生拉不下脸 居然真去给林婉买了名牌 他没有钱 就去借高利贷 他在那些放贷的人面前扬言自己 即将继承一大笔上亿的遗产 那些人也知道 她有钱老婆刚死 都很相信的借给她不少钱 第二天 林婉就扬眉吐气的 背着一个最新款的LV包包来上学 据说价值几十万 但这种东西 对于我们学校 很多背上百万私人定制的小伙伴们而言 只是比入门还入门 可我的小伙伴就是故意的赞叹 故意的捧场 故意的假装容纳她进我们的小妇婆圈 还假装孤立我 果然 还得是林婉 林嫣没了妈 什么也不是 就是啊 林婉 你爸爸会继承文总的遗产 对不对 林婉被他们巴结得很受用 整个人都骄傲起来 竟然在课间操的时候 把我拦在你厕所 怎么 不嚣张了 她踩着昂贵的运动鞋 带着上百万的手链 居高临下的质问 瞧着她那从头到脚 不下五百万的行头 我嘖嘖称叹 林健生可真舍得给你花钱 林婉的意导 那是当然 毕竟我才是她唯一的妻女儿 她看着自己精致 价值不菲的没假骗 冲我笑 林言 我劝你 还是别太不懂事 现在给我道歉 我可以让爸爸原谅你 你妈已经死了 配偶是遗产的第一继承人 你还没成年 以后你只能靠爸爸 没了爸爸 你以为你还是大小姐 我轻笑 我妈是死了 但她给我也留了遗产 我三辈子都花不完 不像你妈妈 只给你留了不要脸 距离遗嘱公布还有一个月 林健生的饭局突然多了起来 好多人都以为 她会拿到公司股份和巨额遗产 对她百般搭解 这也让她产生了一样错觉 就是她真的很了不起 很厉害 她四处口出狂言 带进了好感 还在喝醉的某天 又跑到妈妈的大别墅来 让我给她的私生女道歉 你 道歉 你就还是我的女儿 我可以供你读完大学 给你丰厚的嫁妆 把你嫁出去 尽到我这个做父亲的责任 她喝得醉醺醺 眼睛都睁不开眼 却在口出狂言 我感到很好笑 将那封放弃监护权的协议掏 掏了出来 千个字呗 林建生 眯起眼 什么东西 林婉一看是监护权放弃的协议书 眼睛立刻亮了起来 在一旁煽风点火的说 爸爸 他要和你断绝妇女关系 让你放弃监护权 你看看他 多不懂事 你都已经这么给他脸 给他台阶 他还瞧不起你 不领情 林建生这辈子最多的 就是被人瞧不起 最怕的也是被人瞧不起 一听说我不领情 瞧不起他的字眼 他顿时就怒了 你要跟我断绝关系 他质问了一遍 我点头 对 他冷笑 你可想好 断绝了关系之后 我不会心软 不会给你一分钱 我随意地敷衍 把笔递进了他的手里面 其实这个协议 他签不签都无所谓 有那场闹剧做铺垫 我随时都可以掏出证据来起诉 强制夺走他的监护人权限 只不过那样更麻烦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你想好了 林建生又警告了一遍 仿佛想要显示自己多有情友谊一般 我哄得他快签 林婉则是比任何时候都要开心 在他的想象中 他应该知道 配偶虽然会是遗产的第一继承人 但有遗嘱的情况下 一切都以遗嘱为准 林婉 你可真蠢 他还觉得我蠢 看到林建生在协议上签下字 他说了一口气 大笑起来 林婉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 我将协议上的自己吹干 怂怂间回应 RAM 失去了一个垃圾爹 林婉大笑 比气的邪逆我 愚蠢 真是愚蠢 嗯嗯 你说的对 我随便敷衍着 关上门 将他两个脑子加一起 都没早和大的人 关在了外面 林婉 一路上都很开心 不乏轻盈地 扶着他那个罪鬼爹 进了他们刚刚按揭的豪车里面 还朝我窗口望了一眼 那笑容 得意地仿佛赢得了整个世界 这一个月过得很快 因为断绝了关系 林建生和林婉 对我都不再理会 他们认定我是一枚气子 翻不出天 而林建生认定在母亲眼里 我也是一个不安适适的小孩 所以大笔的股份和遗产 都会留给他这个丈夫 大人 于是他借高利贷 便借得更加肆无忌惮 甚至给林婉 在市中心买了一栋豪宅 林婉开了个派对 邀请我去 想救世重演 羞辱我一番 我没给他这个机会 他就开始四处跟人说我怕了 我输了等等诸如此类的言论 我待在家 每天上学 放学 放任他们父女 在毁灭前癫狂了一个月 很快 到了一主公布的时间 我坐着王叔叔的车 来到法院 和他们打个照面 林建生傲慢的眼睛都向下看 仿佛认定自穿的这么寒陈 该不会是日子过不下去 把你那些名牌衣服包包 都见卖点了外卖 我轻笑 上下打量他 哎呀 你确实是苦尽甘来了 瞧瞧这腰 这脸都圆了一圈 只不过别吃太多哦 吃太多会被宰掉的 你 林婉气得嘴都歪了 林建生很泰然地握住他的手腕 晚晚乖 等过了今天 看他还有什么资本 跟你耀武扬威 进了法院 公正人 律师等都已到位 陈助理早就等在了那里 一进门 林建生就冲他眨了眨眼 一副势在必得的样子 陈助理微微一笑 看不出表情来 好 肃静 现在宣读文女士遗嘱 首先 是关于文氏集团文女士 所持的股份分配 文女士表明 她在文氏集团名下的所有股份 全部 林建生得意地撬起二郎腿 都有其女林言继承 林建生还没撬停二郎腿一阵 落在了地上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律师没有理会 继续宣读 包括集团股份在内的 众多财产 不动产 银行存款 无一例外 母亲都写明了由我来继承 她没有给林建生留一分钱 就连当初 他们一起买了一室一厅的婚房 母亲都神不知鬼不觉的归属 到了自己的名下 又留给我继承 林建生默瞪口呆 不愤地站起来抗议 说应该有自己的财产 律师表示 林先生 从十年前开始 文女士就先后数次 替您偿还过娱乐城的赌债 您都是打过欠条的 也就是说 除了您资产里 可扣除的归还部分 您还欠文女士 总共956万3千元 律师拿出林建生 曾经打过的那些欠条的附件展示 林建生跌坐回凳子上 直冒冷汗 一旁的林婉 已经浑身僵硬地坐在一边 连一口完整的气都护不出来 满脸写着四个大字 毛骨悚然 哦对了 再补充一点 律师掏出她签下的那份 放弃监护权的协议 由于您放弃了 对林妍的监护权 所以对她所持有的财产 也没有监管权 您必须在限定时间内 搬出林小姐的房子 归还文女士生前的信用卡 并且对其所持有成绩出去的债务权 与林妍进行牺牲偿还 林建生失魂地靠在椅背上 双目空洞死寂 满头大汗 一句话说不出来 光不结束 我走到失魂落魄的林婉面前 这天底下最愚蠢的是 莫过于总觉得别人都比自己蠢 尤其是你们这样的人 不识几个字 还老想算计别人 别说打算盘了 用计算器都费劲 你一一 林婉又伸出了那根标志性的手指 指着我的鼻子 却像在喉咙间堵了一块沙子 一个字都吐不出来 我潇洒地转身离去 听闻林建生没继承到遗产 他的那些债主们一个个都砍上门 林建生确实拿不出一分钱 他把给林婉买的那些东西 全部折价贱卖 也不够还一个零头 走投无路 他又跑来求我 让我同意给回他的监护权 求求你了盐盐 爸爸从来没爱过那个女人 也从来不喜欢林婉 爸爸就只是跟你生气 跟你妈妈志气 仅此而已 爸爸从来都不是真心不认你的 盐盐 我让保镖把她拖出去 再来就报警 他无处可去 一出门就是债主 四处搬家 身上没有一分钱 饭都吃不起 却还在整天宿醉 一不高兴就打林婉出气 骂她是个丧门心 毁掉了她的一切 林婉倒还真是个大笑女 每天被打得鼻心脸肿 还去打工赚房租钱 她已经彻底辍学 每天打好几分工 都不够给她那个好爸爸还债 我去过她打工的奶茶店 告诉他们老板 这个女的手脚不干净 曾经偷过我的钱 老板本来就对她的身份很怀疑 一看我这么说 立刻就把她赶出了奶茶店 林婉穿得破破烂烂 脸上挂着两个大黑眼圈 愤恨地看着我 你一定要做这么绝 我冷笑 我妈当初就是太心软 才放任了你这么个小杂种 来到这个世界 给我添了这么多恶心和麻烦 她哭了 林婉 你不过比我信任一点 我摇头 不 我只是比你要脸 全文完